为你细说佛陀萨和高增大德的事迹 为你介绍佛教明山大村的典故 转讲人地事 各位朋友 我们上次讲到 虚云和尚单人匹马到悉坛自见李根源 谁知被这位脾气暴躁刚烈的田军协同 用枪指着的头 虽然面对危急生死关头 但是虚云和尚仍然可以不悲不亢 不随不疾 臭事磨叹地解答李根源每一个尖锐的质问 令到李根源由初时囂张傲慢 抗拒佛教 到后来态度逐渐软化 和颜月色 而且开始认同佛教所讲的道理 甚至越听越有兴趣 觉得非常符合科学理论 于是形势就一百八十度转变 李根源不但答应虚云和尚 释放早前被他绑在悉坛自大殿的无辜增重 和亭子破坏佛制佛像 还吩咐勤武兵打扫干净客房 要虚云和尚在色弹寺流宿 当晚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无所不谈 虚云和尚都一一用佛教的义理 详细加以解释 直到天光 李根源仍然意犹未尽 是都要虚云和尚在色弹寺多留两日 虽然在短短两三日之内 无可能将博大精深的佛教义理全部讲完 但是足以令李根源心悦成福 他后悔自己过去不敬三宝 诋毁佛教 恐怕将来会受恩果业报 所以决定今后要将功补过 怪以虚云和尚成为在家佛弟子 法园要效法昔日阿玉皇 去恶修善 成为佛教的大护法 他又邀请虚云和尚担任 鸡竹山的总主持 着手整顿全山寺庙的歪风 五一场可能发生在云南的法难 由于虚云和尚勇敢机智 盼死深入苦悦 据李力争 居然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到第三日早早 虚云和尚向李根源辞行 离开悉坛寺 李协统担心山路难行 特别安排一匹非常温償的马 给虚云发斯奇 还派一小队士兵沿途护送 这个时候 而戒尘师就非常记挂虚云和尚 不知道他现时的处境是怎样 所以时不时望着上山的小路 希望可以见到虚云和尚回来了 家陈师 虚云长佬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祝圣寺 到前山式坛寺去见那个田军协统李根源 都已经足足三天了 什么消息都没有 真是令人担心 哎呀 崇佛 我们现在担心都没用 唯有剪步行步啦 哎呀 你猜 长佬他会不会已经 已经遭遇到不测 被那个李根源杀死了呢 阿弥陀佛 希望不会啦 我听人说 那个李根源脾气不知多臭的 好不不他 他对我们佛教又有偏见 万一长佬真是惨遭独守 那我们怎样做才好啊 虽然虚云长佬 临行前吩咐过 即使他遇害身亡 大家都不要悲伤 也都不用跟他收拾 所有弟子要尽快各自逃往安全的地方 日后有机会继续弘扬佛法广道众生 但是我们又怎样忍心 就这样离开竹圣子 令他重振鸡竹山 加涉专者道场的心愿落空呢 没错 我都不走 我要跟竹圣子共存亡 而且我知道长佬最紧张的就是法宝龙藏 他千辛万苦才从京城运到云南 无非是希望将来增重港京说法有所依据 那我们又怎样忍心 都走得七七八八了 还用不足啊 相信现在只得回我们族圣子 还有出家人而已 下次那些士兵都要休息一两天 部署一下下一步的行动都不定了 哎呀 糟了糟了 呀 神师呀 你看看 你看看 好像有队兵上着山来啊 是呀 唉 话口未完 他们又是来捣乱了 那我们怎样呢 有什么怎样呢 所谓欲在砧板上 任得他们要捉就捉 要杀就杀了 咦 加神师 你 你 你看真点 其实在砧板上那个 不像是军官来啊 太阳照到他的头上 好像有个光环似的 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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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们一样没有头发的 他是个和尚来的 不是吧 会不会是个军官的头盔反光啊 喂 戒神师 喂 崇发 我回来了 没事了 哎呀 原来真是虚云长老啊 他跟我们揮手啊 为什么长老不单只可以 没事回来 还这么威风骑在码上面 又有个军官跟他拉马附送的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去迎接他老人家了 于是戒神师 他跟这位年轻比优崇发 马上通知足圣治其他争众 一起出去自门外 迎接虚云和尚脱险归来 而田军协统李根源 也都信手承诺 故持佛法 那么没多久 继续山和云南各地佛教智院的香火 就回复昔日那么顶盛了 不过 虚云和尚回到祝圣治之后 很快又要风尘博博 穿梭于上海 南京 和北京等地 到底详细的情形是怎样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 游泳 你 我 她